哎,这个马花怎么 大家好,我是果果朵 今天咱们继续从这个季节坊 从这条沟往对去走 也就是到石坡底 一直到樱坊这条沟 从这条沟已经走了好多次了 这个路边,这个庄家 每走一次都有一次的变化 现在看着这个谷子好像已经出事了 咱们今天我就把路边这个风景 拍给大家,咱们继续往前走 看这儿就是季节庄 你,我在天的这边 你在天的那里 成影中不相信山剑影 心心念念的你 大家好,我走到这个半路发现这个 哎呀,哎呀,这个今儿又穿上忘了 又穿上这个,今儿又穿上短裤了 这个虾猫就在腿上老咬,咬了 哎呀,哎呀,哎呀,真多 这个没法,这穿短裤又没法 哎呀,这个虾猫上来就一口,上来就一口 已经被圆了好几口了 又忘了穿长裤 在这个路上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山上 有好多这个人爬到这个山上 不知道干啥,应该是采药材了 咱们下来问吧 这抛啥药材了 那叫啥东西 妈妈草 哦,妈妈草就是那个芝麻 这也是碰着什么药材,抛什么药材 是吧 那么抖咋就上去了 估计我上不去 这几点就出来了 哦,这两条多了,这个多的时候 哎,吊下来了 哎呀,大哥 我给你扔上去吧 下芽 下芽 这是我给你拿边上吧 大地人叫妈妈草 实际上就是植母 可能这个叶子 叶子是这样的 没见过叶子 这是不是挺多这一片 不多啊 哎呀,大哥你也是跑了 嗯,你们几个人下个蛋 哦,今儿跑了不少啊 哎,这都是最少的 这这,今儿都最少了 嗯 早上几点就出来了 七点 哦,可不,七点出来跑 你,你跑了几点大家 今儿在这儿嘛 哈哈 嘿嘿 这是你俩口和他俩口 嗯 这是女儿俩 谁是女儿俩 啊,他们女儿俩 你们俩口子 嗯 哦 这这干啥呀 这还捡一捡 嗯 哦,抖一抖 省得扯的啊 嗯 哦 这还带着这个绳 带着这个绳 带着这个绳 圆子的带着,我想 哦 哦 这,这两天跑要的人可多了 哦 哦 这一斤,这两天多少钱能买 十七八 十七八,是不是又贵了 嗯 就这么,得赛干了十七八 哦 谁干了快的 就这么够十七八 哦,是的 回去包皮不 不 不包 嗯,回家偷偷偷就没了 哦 他们我家都拿着小刀磕了 更麻烦 磕到夺会去了哦 把那个皮削了 那可麻烦了 哦 哦,这是茶树啊 那外天我还不说我认得 他说 哦 哦 可不,慢慢草便宜嘛 是吧 哦 这个,大概这个抛了多少有 这点 哎呀,不少了 有十斤也就 哎,那个二百来块钱没问题啊 今天最多一百五 今天最多一百五 也可以 哦 一天的 这会儿 三点多了 哦 中午你们连饭没吃 哦 哎呀,该回来带干粮没 我车上有水了,你们喝不 带水的了 哦,没带水,我车上有水了 两个人三百块钱啊 两个人三百块钱啊 哦 这咱们的抛这个也是拿个这个稿啊 哦 这是买了一个这个 哦 哦 这个才有劲 这儿的山上也挣那个石头啊 哦 石头太多了 哦 那大家快慢点吧 哎 哦 你们常习惯哦 就长成这样的啊 哦 我看底下 哦 哦 这个根儿也不大 这是啥 这是个妈妈草 这是个妈妈草 哦 妈妈草上面就是这个 哦 我觉得前这儿人们还去那个毛家坪去挑菜去 是不是有一次碰着没这儿就是你们 挑菜 苦菜 这两天不挑了啊 不挑了 那苦菜是卖给哪儿?饭馆是吧 你们就超熟了是吧 生的卖给他们 那一丁丁能卖多少钱 十八 十八 哦 熟了十八一斤 哦 就买的呀 那就是前卖菜嘛 哦 就为我来苦菜苦菜的 哦 那十八还可以啊 嗯 是不是比挖这个要好 感谢比如这样 人家皮底小意思 哦 皮底也快啊 找见一片了也好挖 十八块钱能苦菜得挑几个月 就一个了 也就最多一个月啊 就一个了 这两天的苦菜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这家里头住地吗 这也住了 不住就行了 这一天也可累了啊 嗯 是吧 可乏了 拿那个使劲抛 哎呀 这山上有蛇吗 有了 碰着过吗 碰着过 碰着过 还抓住了 还抓住了 还抓了 还抓了 哎呀 这是个蚂蚱啊 呱呱 呱呱 哦 这就是人家想的那种啊 哎呀 每个轮子有个轮子抓住他啊 嗯 呱呱 大姐你叫啥呢 叫呱呱 有的人不是叫三毛驴了 哎呀 不知到那叫 什么叫 我们好像 我们是叫那个 呀 我们是叫 我们叫蚂蚱 啊 蚂蚱是蚱蚱子 但是我老家山西的 我们山西叫这个瓜瓜就是叫蚂蚱 哦 呱呱 叫那个蚱蚱子叫大头扁蛋 呱呱 大概这两天这个蚱蚱是不是就多了 多了 这个蚱蚱不是绿的吗 这是黑的 我还没仔细看过这个东西 这个地区是黑的 这个不是我们三星老家叫这个叫铁蚂蚱 叫绿的叫绿蚂蚱 叫这个黑的叫铁蚱蚱 这咋不叫呀 这个没咋大了 没咋大了 这现在得这么一个好像多少钱 十块 哎呀这儿咋这么多虫子 这一个好像十块钱 哎呀是不是我头上也飞上的 吓得好 你带回去 饭了八块 让他进 回啊 回吧快 还没吃饭了